我帮忙做一下 为提供民众快速便捷的服务 应该去公所社会人文课 成立单一窗口服务柜台 集中办理各项社会福利业务 让民众不用每个柜台跑来跑去 而且周一到周五 中午不休息 下午五点到六点延长服务一小时 让忙碌的上班族 也能抽空到公所申办各项业务 单一柜台 就说民众来了呢 只要抽了号码牌以后 到我们这四个柜台 每个柜台都可以受理 我们的服务台 包括我们的社会客各个柜台 原来中午的不打烊以外 我们特别延长服务时间 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五点到六点延长一个小时 受理这种各项的申请工作 社会人文课程办业务 包含有各项社会救助 育儿津贴 好运专车 特殊境遇家庭辅助 急难救助 身障证明 及敬老及爱心悠游卡申办 等十多项业务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在我们社会客呢 那个柜台受理各项 社会福利的工作 比如说要申请敬老 悠游卡啦 或者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的申请 以及这个特殊境遇 家庭的各方面申请 在公所遇到手机没电 服务柜台后方还设有 手机充电服务 每个充电盒还可以上锁 手机放着充电 人就可以安心在公所里 爬爬灶 英哥去公所的各项辩明措施 真的好贴心 数位天空新闻 英哥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